哈佛家训 聪明的仆人 威尔博士家附近住着一位富有的老妇人斯格特 他时常打发小仆人给博士送些礼物 仆人每次都恭恭敬敬的把礼物双手递给博士 临行还不忘身居一躬 但博士接受礼物之后 不但从来没有给小仆人任何酬劳 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 一天博士正在读书 那位小仆人突然冲进他的房间 将一个纸盒扔在书桌上 高声说道 斯格特夫人送给你两只兔子 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威尔博士对小仆人的盲撞无礼感到很吃惊 他转过身 一脸郑重地对他说 孩子你这样做不对哦 现在你坐在我的位置上 看我怎么做 好呀 小仆人先然坐了下来 延然做出主人的样子 威尔博士走出去 过了一会儿 传来轻轻地敲门声 小仆人说请进 博士进了门 走到书桌旁 双脚并立 说道 先生 斯格特夫人 向您致以亲切地问候 并希望您收下这两只兔子 小仆人站起身 恭敬地回答说 请您带我向夫人致谢 另外 这两个先令 是给你本人的 谢谢您每次的辛劳 博士愣了一下 接过两先令的小费 小仆人哈哈大笑起来 威尔博士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 从此改变了对小仆人的态度 教育和教养是两个概念 博士拥有好的教育 但仆人却拥有好的教养 我们经常计较别人的差错 却没有看见自己的过失 所以我们的略习就永远如银随行 就馬上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